吃胆量 又可怕又臭又好吃的是什么 这个谜语小豆豆他们已经猜了好多遍 但仍然觉得非常有趣 大家明明知道答案 但还是说 哎 那个又可怕的谜语 恰恰看 这样互相出谜语来猜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谜底是 鬼在厕所里吃包子 今天晚上 八学员的是胆量活动 结果就像这个谜语那样 又可怕又痒又好笑的是什么 在礼堂里搭帐篷露营的那个晚上 校长先生说 晚上要在九品佛的寺庙里 做一个试胆量的活动 想做妖怪的人请举手 顿时 大约有七个男孩正着当妖怪 结果 当天傍晚 大家集中到学校里的时候 要当妖怪的男孩子们 拿出各自做的妖怪衣服 说 这回可要吓他们一大跳了 然后 妖怪们就埋伏到九品佛庙里的某个地方了 剩下大约有三十个孩子 五个人分成一组 大家错开时间 一组一组的分别从学校出发 到九品佛的寺庙和墓地里转上一圈 再回到学校里来 校长先生解释说 这是为了试一试 大家能够忍受多大的恐惧 虽说是试胆量活动 但如果害怕了 中途回来也没有关系 小豆豆从妈妈那里借来了手电筒 妈妈说 不要弄丢了 男孩中有的说 要抓住妖怪 带来了捉蝴蝶的网 也有的说 要绑住妖怪 带来了绳子 校长先生说完以后 大家猜拳来决定分组 茫茫乱乱之中 天色暗了下来 终于到了第一组出发的时间 可以出发了 大家非常兴奋 叽叽喳喳地跑出校门 接着一组一组地 终于轮到小豆豆他们这一组了 虽然老师说过 在去九品佛的路上 不会有妖怪出现 可是真的不会出现吗 大家提心吊胆地走着 总算到了庙的入口处 看到了哼哈二将的雕塑 晚上的寺庙里 虽然有月亮 但也显得很昏暗 平时寺庙宽阔的院子 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可是今天晚上 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 钻出妖怪来 孩子们一想到妖怪 不由得心惊胆战 但却又不知道怎么办 风轻轻地吹动一下树梢 大家就惊得啊一声大叫 脚下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也大叫妖怪来了 最后连手拉手的同伴们 也互相怀疑 是不是妖怪呢 小豆豆决定不去墓地了 因为妖怪一定会在墓地那等着 而且现在已经充分了解了 什么是试胆量 还是回去为好 很巧的是 同组的伙伴们都是这个想法 小豆豆松了口气 安想 太好了 不光是我自己想回去 于是大伙一溜烟地跑了回去 回到学校后 先出发的几组已经回来了 大家都因为太害怕了 几乎没有人敢走到墓地那里 这时候 一个头上缠着白布的男孩 呜呜地哭着 被老师领了进来 这个男孩装成妖怪 蹲在墓地里等着大家 等啊等 可是谁也没有去 渐渐地 他自己也害怕起来 终于忍不住从墓地里跑了出来 站在路上呜呜地哭 被巡查的老师发现 领了回来 大家正在安慰这个男孩时 又走进一个妖怪和另一个男孩 原来 装成妖怪的孩子 发觉有人走进墓地 急忙奋力跳了出来 正要大叫妖怪 谁知 正好和迎面跑来的一个男孩 撞了个满怀 两人都吓了一大跳 加上又撞得好痛 于是呜呜地哭着 一起跑了回来 大家觉得很好笑 加上终于不必再害怕了 都安下心来 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装成妖怪的孩子一边哭 一边却又忍不住笑了 这时候 和小豆豆同班的幼田君 带着报纸做成的鬼脸 也跑回来了 一边还说着 太过分了 我还一直在等着你们呢 说着 他痴痴地挠着被蚊子盯了的手脚 看到这幅情景 不知谁说了一句 妖怪被蚊子吃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 五年级的班主任 丸山老师说 好了 我去把剩下的妖怪们 都带回来吧 说着 丸山老师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就把妖怪们 全部带了回来 原来 有的妖怪 正在外面路灯下 慌里慌张地四处张望 有的妖怪 则被吓得往家里跑 从这天晚上以后 八学院的小学生们 就不再害怕妖怪了 因为他们知道了 妖怪自己也害怕呢 我来说 还能够